美方在拿不出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编织种种莫稀有的罪名 炮制种种的各种各样的威胁论 实质只有一个 那就是动用国家力量 打压中国企业的正当发展权利和利益 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的行为 我们认为这是极其的虚伪的 是极不公正的 也是极其不道德的 迄今为止在安全问题上 无论是美国还是它的极个别的盟友 都没有拿出任何确凿的证据 能够证明华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那么他们的理由无非就说 中国国家情报法的问题 而且中方也多次再三地强调 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企业在外国开展业务的时候 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奉行双重标准 应该客观全面理性地 正确地来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 而不应该为自己的一己自私 打压别国的正当发展权利 去寻找和编织各种各样的借口 这样的做法是极其虚伪和不道德不公正的 Rana的问题 近来个别媒体不断地炮制一些虚假信息 我不知道它的目的何在 我们希望有关媒体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做好新闻报道 关于当前委内瑞拉的问题 中方主张通过对话协商 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我们的内瑞拉的问题